日本的人气漫画今年连载25周年 也特别推出了剧场版电影 6号在日本上映 累积10天 票房冲破了15亿台币 而台湾在昨天也举办试骗会 吸引了不少粉丝到场 就连乐团与丁密成员也来了 人手一张海报走进影厅找位置 日本人气漫画作品连载25周年 推出剧场版电影试骗会 抢先看吸引粉丝入场 乐团与丁密成员也来了 看了20集不小心偷偷年纪了 漫画我比较看不懂了 那我看动画比较多 然后我今天就是为了罗宾 罗宾来看罗宾 他也即将迈入最后一个篇章了 他的原本本赚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会好好的活着 把它看到结局的 这个月6号在日本上映 10天票房破15亿元台币 台湾粉丝也等不及 故事主角是一名神秘女歌手 这回配音的歌手担当 找来近年爆红的歌手阿斗 美音的声音非常有力量 然后可以疗愈大家 疗愈这个世界 就像是我想要做的 这个梦想一样 为了回馈华语市场 漫画的作者伟天荣一郎 还亲自首会一张图送给粉丝 希望在暑假期间上映 能带给观众更多欢笑 记者今天中文集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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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